我们来看一下3.5a的这个部分分次啊,看一下大家做的如何,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设 设计这个-3x加19等于这个a,然后他要你找a跟b,那比较比较容易的做法是代入法,我个人认为啦,如果可以的话呢,尽可能用代入法 然后如果不行的话呢,才用这个比较细数法,一般来讲如果可以用代入法会比较容易,这样这个的话呢,2x-1如果等于0的话呢,x就会是等于1分之1,所以如果我们带1分之1的话呢,后面这一项呢会得到0,对吧,像这个1分之1加3呢,就会得到2分之7,2分之1乘以这个-3就会得到-2分之3, 这个19呢,这19呢要变成2分之38,38减3就会是35,OK,就是2分之3,2分之35啊,然后2,我看一下啊,我觉得有些,啊,就2分之7呢,拉过去对面啊,变成除法,变成7分之2了, 所以这个是2分之35,2可以跃掉7,可以跃掉剩下5,OK,所以A呢应该是5,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往后,然后,哎,我看一下啊,那个答案,A等于5正确,B的话呢,就带负3,带负3的话呢,这个A项呢,就会等于0, 2乘负3减1呢,就会得到负7,3负3乘负3,负负得正3,3得到99加18,等于28,所以负7拉过去除呢,呃,7428啦,所以是负4啊,所以B是负4,这个也正确,很好,OK,第二题,第二题,呃, 带入法啊,这个加明做的,带入法,先带1,这个A项会得到0,1乘,2乘1等于2,2减1得到1,所以是只有B,这一个左式的话呢,3乘1,得到3,3减2得到1,啊,所以B是等于1,正确,再带2分之1啊,这种B项会等于0,2分之1减1就会得到负2分之1,有吗,哎,然后呢,这个是2分之3减2呢,就会,也会 得到负2分之1,哎,这个我写一下,左式应该会得到负2分之1,右式这边应该会得到负2分之1A,所以负跟负月掉A跟2跟2月掉A应该也会得到1才对,好,所以这个2分之1,嗯,我不晓得哪里出错了,OK,你到这一步呢,都是正确的,不过呢,接下去的计算呢,可能弄错了,OK,所以这A应该是等于1,第三题, 第三题,呃,这个形形来讲呢,他的A不是在左边哦,所以在这个情况的话呢,反而是用,呃,比较细数法会比较容易,因为左边我们可以展开嘛,哎,so Isaac的做法呢,2先乘进去了,得到2x加4, 然后呢,再展开啦,啊,这个乘这个得到2x平方 这两个相乘得到负6x,这两个相乘得到正4x,呃,4,3,12,负12,这两个再加在一起啊,负6加4等于负2 过后呢,我们就直接比较了,2等于2这个正确了,A是等于负2啦,B就会是等于负12啦,A等于负2,B是等于负12 这,但是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问题是A加2B,A是负2,B是负12,负12乘2等于负24,再减2等于负26,所以这个26呢,就会是他后面给的答案了 很好,哦,第4题,第4题来讲呢,我们会用代入法,我们看一下有x-1,x-2,x-3,如果代入3这两项为0啊,就会剩下A而已啦,其他的啊,这个是0啦啊。 他有写出来 下一步呢 你就去掉了 3-1 3-2 3-2是1 3-2 3-1是2 2乘1乘1 2a 这边会得到2a 在左边的话呢 得到339 9327 7321 -21再减2 27-21呢 得到6 6再减2得到4 对 4除以2就会得到2 所以我们的a呢 就是2了 没问题啊 然后呢 再带1啊 因为这个1的话呢 是这一边跟这一边是等于0 所以我们剩下b相 b相 1-2 1-3 1-2得到-1 1-3得到-2 复复得正 所以是得到2b 左边的话呢 就是3-7-2 3-7-2 3-7是负4 负4-2负6 负6除以2等于负3 所以b是等于负3 再来带x等于2吧 所以a这项会0 b这项也会0 剩下c了 ok 所以c的话呢 2-3 2-1 2-1是1 2-3是负1 这个2的平方乘3 2-4 4-3 12 7-2 14 12-14 等于负2 再减2等于负4 左边这边有负1 所以拉过去除 负负得正 得到4 c是等于4 ok a等于2 b等于负3 c等于4 这个非常 相当完美的 解答 ok 很好 第五题 第五题 这一个应该也是可以做带入法吧 ok 因为这里有x加2 我们可以带x减2 我们有x加1 有没有 我们可以带x等于负1 当然这一边会比较奇怪 一个是加3 一个是减3 不过呢 因为我们解了这一个呢 我们可以带x等于3 或者是x等于1 x等于3 或者是x等于负3 因为我们已经带x等于负2的时候 我们已经承造了b 我们带x等于负1的时候 我们就找到了a 最后我们要找c的话呢 我们其实随便带一个就可以 ok 我们来看一下 x等于负2 负2的平方 减15等负2 加15 呃 24 4 4 16 减30 加15 16加15等于31 31减30 刚好是等于1 然后右边的话呢 右边的话呢 是这两项为0 剩下b的这一项 负2加3 负2加1 负2加1等于负1 负2加3等于1 所以呢 会得到负b 你要b是最好的写回大写啊 不要一大一小 一大一小 这样子 所以最后呢 b是等于负1 这个应该是正确的 ok 对 过后呢 过后还没有做完啊 所以我们来带哈 我可能会跳一些步骤啊 我再来的是带x等于负1 然后呢负1的平方是得到正义 所以是得到4 正负1曾经去是等于负15 再加15了 负1的话这两项为0 然后负1加2等于1 负1减3会等于负4 这个月掉 所以我们的a呢 是等于负1 ok a等于负1 b等于负1 过后呢 我们再带一个x等于3吧 ok 带x等于3也可以 带x等于负3 其实也可以 好 那我们这边呢 我选都比较喜欢正的 正的value了 所以我们放正的3399436 加上15乘3 等于45 再加上一个15 然后呢 等于a是多少呢 a是等于负1 负1 乘3 乘3什么呢 3 我带3的话呢 就是a相回来为0 所以a相我不看了 b相的话呢 也是负1 3加3会得到6 3加1会得到4 对不对 然后呢 加上c呢 就是3加1是得到4 3加2是得到5 ok 然后呢 这里加起来很大 4 560 60加3 6加3 96 这里6 这里6 424是负的 拉过去就变正了 加24 5 4 20 所以得到20c 所以这边加起来 应该是得到120 所以我们除零月调除以2 12除以2等于6 所以c会等于6 忘记 忘记还没有做完呢 ok 所以这一题 a等于负1 b等于负1 c呢 是等于6 你可以带 你可以带3 或者你 你可以带x等于负3 其实也也是可以啊 你可以自己尝试一下啊 第七题 第七题 第六题 第六题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题型 当然你可以看到 x等于1的话呢 这三项为0 我们就找到低了 对吧 我们000 然后呢 这个是3 减1 3乘义 为什么是 3乘义 为什么 等于是 其实我的 ok 3乘义 等于3 3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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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等于2 2减5 4 等于负3 9减3 是等于6 所以这个也是 这个是得到6 过后呢 等等啊 我看一下 过后 为什么你找D呢 你的D都已经找了 奇怪 所以这边过后 他应该是做这个展开吧 啊 展开了之后 我看一下啊 这个是A三次方 A三次方展开 A三次方 如果你有背起来是 呃背起来的话呢 就很好 就前立方 减三个前平方后 加上三个前 成后平方 再减去后立方 啊 所以就不需要分两步了 啊 如果你有背三次方的公式 这个是二次方的公式 B再乘进去 CX 加C再加D alright 就这个A 这个A 乘进去的话 AX 立方 呃 B B-3A 啊 或者是-3A加B 也是对啦 A3A 减2B 再加C OK 常数是C加D 没有问题 soA等于3 这个是啊 得到了 D等于6呢 我们也是有了 所以如果我从D等于6啊 放在这里呢 应该可以得到C是等于 C是 C是等于什么啊 A D等于6 C就会是等于3了 对不对 对吧 OK 6加3是等于9啊 所以C是等于3 过后应该去选第二就可以了吧 因为339负9啊 拉过去就正9 9减1就等于8 奇怪哦 为什么你是这样 因为A是3啊 339啊 这个应该是9啊 你没有成到啊 OK 所以B是等于8 OK A等于3B等于8C C等于2 C等于2哦 奇怪 我再看一下啊 C在哪里出出现问题吗 我的常数啊 我的常数还有B啊 我的常数这边还有B啊 OK 所以我们刚才算到了B等于8之后呢 如果这边还要再加到一个8 这个拉过去呢 就会得到1 D是6 也不对 也不对 是什么问题 我是看清楚一些 2A 2A-3B加B 3A-2B加C 常数 常数应该还有一个哦 应该还有这个负A才对 OK 抱歉啊 负A加B加C加D 所以如果你要找C 我 我还是建议你是从中间这个找B啦 找C啦 OK A等于3 B等于8 33 我看一下 339 减826 再加C等于-5 这边加出来是-7 拉过去7 7-7 7-5 C是等于2 啊 终于对了 所以你这边应该是错在这边了哦 你错在这边 这里还有一个 负A加B 还有吗 收错点的这里有一个啦 这里有两个啦 这样子 All right 好 小心点啊 考试的时候这样子就不行了 爱第七题最后一题了 A X加E AX-E的三次方加BX X-E的二次方加CX X-E然后呢加DX 如果我们设X等于E的话呢 这三项呢都会等于0 那我们就有D了 那这边放E的话呢 1加E就会等于2了 所以我们找到D是等于2了 这个是正确的 过后呢我们再设X等于0 因为这里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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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0减1的三次方呢也是负1 然后负A 这样0加E是等于1 这样A是等于1了 然后A是等于负1了 这个也正确 问题是B跟C要怎样找 啊 所以没有做下去啊 有做下去吗 我看一下 啊没有啊 所以接下去的话呢 呃你可以用 你还是可以用代入法的 你懂吗 所以因为你带了0跟1啊 你可能带一个2啊 再带一个负1啊 然后呢B跟C呢 我们进行连力 其实就可以找到了 当然你也可以讲说 我可以啊 这边我再做这个展开 让呃再做这个什么 呃比较系数法 啊也是可以的 呃当然有些学生就不喜欢了 因为展开我找 如果是要展开的话 我就不用做这个代入法 其实不是这样讲的 你也是可以呃先做代入法了之后呢 我们已经简化了两个东西出来吗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过后呢 再做这个展开呢 没有会不是太难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做呃展开啊 A是X三次方减3X平方 加3X 减1 OK 再加这个BX 乘上X平方减2X加1 好 再加上这个CX乘以X减1 再加上这个DX 过后呢 我们再展开得到AX立方 减3X 3AX平方 加3AX减A 这个乘进去 就会得到BX三次方 减2BX平方 加BX 不是很够位啊 呃加CX平方 加CX平方 在这里 再减CX 然后呢 再加DX 再加DX在这里啊 不够威胁哈 嘿嘿嘿嘿嘿不要 又又很很乱啊 很急啊 不好意思啊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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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新的出来啊 我要需要之前的数据哈 所以就是我找到了D是等于2啦 我们的A是等于-1啦对不对 所以我们沿用这两个啊 我们再展开啊 不好意思啊 再做过一次X立方减-3 呃立方的话呢 它是1331的好吗 1331 OK 所以这个公式呢 你们记起来的话呢 你就容易一点 所以BX乘上X平方减2X加1 然后呢 CX乘以X减1 然后呢 再加DX OK那我们再写一下AX立方减3AX平方 加上3AX减去A 这个呢 曾经去得到BX立方减去2BX平方 加上BX 这个曾经去加上CX平方 减去CX再加上DX OK你可以看到我写的时候呢 你又会觉得奇怪 老师会做完你写到这样子啊 又前又后又前又后 因为我这样子要的话呢 我可以对齐的A加BX三次方 这三个加起来 我先写加的那个啦 C减3A减2BX平方 加上3A加B减C加D的X再减A 当然我们减A等于1这个已经有了嘛 哎 然后呢 A加B 我们可以看到A加B必须要等于0 我们的A是负1 我就找到B是等于1了 OK so再接下去要找C的话 我们带这个就好了吗 C减3A 减2B也必须要等于0啊 因为这边X平方向也是没有的 A是带负1 所以是负负得正加3 B是带1 所以是减2 3减2得到1 拉过去呢 C等于负1 搞定了 这样 至少说你算D 如果你这个比较细数 你算D 你要带这边 这边的话呢 可能就会比较长 会比较长 还可以找到D 还行啦 也是可以啦 不过呢 这一题这么 这一题因为它有这个负A在这一边 所以它会比较容易 如果没有的话 你单单做这个 你单单只是做这个比较细数呢 有可能会要进行很多次的这个连力方程组 这边幸好它直接的可以找到A 不然的话呢 你要连力再连力呢 其实比较细数法 有时候呢 也不是这么容易的 OK 所以这个呢 算是比较容易的一个比较细数法 A等于负1 B等于1 C等于负1 D等于2 OK